今天就这EOS R5C发布的热度 我们来看一下如今AF卡口镜头生态到底怎么样 AF卡口的副厂镜头到底还要等多久呢 讲AF卡口镜头之前先说说EF镜头转接的问题 由于EF卡口一开始定义就是大口径的全电子化设计 无论是副厂还是原厂的EF转接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有问题的目前基本上也都给了固件升级 如果没有防抖镜头可以使用机身防抖 前提是你的机身要有防抖 有防抖镜头无论你开关镜头防抖 都只能使用镜头自己的防抖 并不能实现镜头与机身的联动 这就是转接的第一个问题 其次转接之后对焦普遍会变得更准 这是无反机身的特性所决定的和镜头无关 镜头对焦组件的驱动速度不会变慢 我自己从80年代到近几年发布的原厂副厂镜头 用下来都没有感觉会变慢 这里非常欢迎遇到问题的小伙伴把镜头分享出来 以便我们来避坑 但是除非用R3或者R5转接或者加上手柄 否则加上转接环之后 重心潜移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 那么同样重量的镜头和机身组合 拿在手里的手感会更加费劲一点 接着回到今天的主角RF镜头上 我们来看RF大三元的定价 在我看来定价是厂家对于自己产品定位的一个最后落脚点 而售价与定价的差异 则是市场对于这个卡口镜头的认可程度的一种映射 1535F2.8定价是15299 2470F2.8定价是15299 70200F2.8定价是17699 Nikon Zico大三元价格相当 不过超广角会更加广一点 Sony发布的比较早 价格也会略微便宜一点 大三元算是摄影工作的标配 也是摄影爱好者普遍会考虑的镜头 显然大三元这块三个厂家都是比较保守的 对于大多数摄影爱好者除了顶级的定胶和大三元 小三元和F1.8级别的入门级定胶 则是更多人关注的对象 Nikon Zico虽然发布的比较晚 还是带来了24120F4 2875F2.8这样小三元的标变 和一个2450的饼干狗头 Sony也有28702860这样的狗头 和2470F4 24105F4这样的小三元 而价能这边只有24105F3.5到7.1的狗头 和24105的F4小三元 要知道EF卡口的2470F4不仅画质不错 并且自带微距 当时还是很受欢迎的 结果到了RF直接把2470F4这个镜头给砍掉了 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更加轻便的24105F8 到这里还不算什么 更加迷惑的就是家人的小定胶系列 16mmF2.8 35mmF1.8 50mmF1.8 85mmF2 虽然是覆盖了大家常用的胶段 对于入门拍照用户也比较友好 不过定价偏高的同时 同样也有着一些明显的暗伤 16mmF2.8是个数码矫正回来的小语言 并画质比较差 35和85都加了微距 换来了对焦问题和焦外的问题 有点得不偿失 50mmF1.8还在使用STM齿轮 我觉得勉强还可以理解 定价3000左右的16mmF2.8和35mmF1.8 甚至定价4000元以上的85F2 难道一个线性STM都舍不得给吗 如果说对焦形成比较长 需要使用微距功能 用不了线性的STM 加点钱给个环性USM不好吗 而现在除了佳能 已经没有厂家做新镜头 还在使用镜头组绘生出来的结构了吧 应该没有人会使用齿轮STM吧 基本上最差也是线性STM了 这些弹腾的齿轮STM定交 可以说是佳能F卡口 被普通用户最为诟病的一个系列 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感觉 就像是吃了滚烫的汤圆 咽不下去又舍不得吐 估计这就是佳能为了赌上副厂 开发F卡口下的一盘大旗吧 先不说卡口开不开放 就算你来了 佳能早已经准备了 1000到5000的入门级定交镜头 在这里给你堵入了 副厂就算开放了 也只能吸引少数的摄影发烧友 大多数普通用户 还是会优先考虑价格差不多的原厂 那么基本上也堵住了 中高端副厂镜头的开发 最近我去看了 之前几个发布过 RF卡口F镜头的几个公司的官网 目前只有维州市还依然坚挺 其他已经查无此人了 所以说副厂什么 大家就不要做太多的期待了 佳能目前市场占有率不高 副厂镜头一定不会轻易松口的 特别加索尼的一个半小弟 基本上也不会太轻易跑出来 给佳能这里扩充镜头群 还有比较多被人吐槽 就是RF卡口的两个70-200 有谁知道他们的槽点呢 我们评论区见吧 我是能拍护车七叔 记得长按点赞并关注我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